背靠劍潭山環抱七海潭 这里是顾总统金国先生 晚年居住的七海关地 曾经上演诸多惊涛骇浪的历史事件 民国67年12月16号 中美断交前几个小时 美国大使奉命来到七海关地 仓促告知美国将与中华民国断交 但也是在这里金国先生 审慎思考解研的必要性 神秘低德的七海寓所 在金国先生病逝之后 由一双蒋方娘女士继续居住 直到离世 园区内也同时展出来自俄罗斯的 他手写的中文与平常日用的书桌 即使贵为第一家庭 用度却是朴实无华 另外图书馆也展出 从美国胡佛研究所 科比的金国日记 影本其中还有他与先总统蒋公 与宋美宁女士 共同巡视终横的珍贵照片 而他主政时期推出的十大建设 更为台湾经济打下厚实基础 相关文物也一窥当时的执政艰辛 身为蒋家第四代 金国先生敌长孙蒋友松罕见曝光 而同时在场的还有述出长孙蒋万安 台下与蓝营大咖热弱寒暄 更与可能的对手黄珊珊同台 为年后即将展开的 北市长选举暖身 以蒋家后代身份为选战 吹起号叫 金人家会江珍民杨启号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